好的,我们继续啊,另外一侧我们刚刚已经把这个位置别好了,对不对? 然后还是用之前啊,教给过大家的方法,我们把手呢,放在里边这啊,好,协助着里边的这根线一起啊,慢慢的给它勾出来。 一定要让它的所有的位置啊,是在同一根,同一条线上进行的啊,你看我们这已经做了标记了,对不对? 好,你看下一次啊,把它这儿,放在里边这儿啊,然后勾出这针来,然后下一次金针呢也是,一定要记住啊,调整好你的每一针和每一针之间的距离,一定要掌握在七针的范围之内,三针了。 由于之前我们已经放好了这个啊,这个别扣,所以你看现在操作起来就会非常的方便啊。 好,现在我们数一下啊,张二在两个别扣的中间,看,一共有七针啊,1,2,3,4,5,6,7,好了。 好了,然后,同样的是啊,我们要把这个给它转移到这边来啊,1,2,3,4,5,6,7,好了,还剩下最后的七针了啊,我们看。 也就是从这儿到这个位置啊,为了让它不再有这个,在勾置的过程当中不再有这个迷失方向这个问题,我们在这儿也给它扣上一个别扣啊。 那,短距离的,我们给它有一个小的参照物,好了,我们要从这个位置开始啊,还是七针啊,出来了,一针,两针,三针。 四针,五针,六针,好了,七针。 好,这个时候呢,我们就需要把最后的这七针,1,2,3,4,5,6,7,给它完全的都套到这个支针上来啊,套到我们这个6.5的这个支针上来。 好,完成之后呢,别忘了啊,因为我们要把这个线引出来,所以你看我这个位置啊,特意还是稍微留了一点位置的啊,我们要,哎呀,怎么又给它引出来呢? 我们要给它,这是个大问题啊,之前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啊。 从这儿吧,从这儿吧,给它勾出来啊,实际上呢,我们完成这一部分呢,会很少的啊,你看。 大家需要在这个位置,看到了吗?在这个位置给它剪断,剪断,然后把你的这个长线呢,拉出来,拉出来之后,我们看啊,要在,要在这个位置啊,重新再把这个线呢,给它系上。 因为我们是从内部来掏着这个白色的这个线呢,来完成的啊,所以,啊,在编织的时候,就必须要这样了啊。 好了,真的不容易啊。 好,这个时候呢,我们一定要从另外一头啊,把这个支针给它掠出来,然后我们就要开始支了啊,依然是支正针啊,先调节好。 好,这一行非常的不容易啊。 然后,这些别扣呢,它的作用已经起到了啊,然后我们就可以给它直接的拿下去了啊。 不要掉针啊,我们非常辛苦的,好容易给它都挑出来了,一针也不能掉啊。 好,这时候呢,我们就要给它织正针了啊,看从这位置进针,这样拿线,这样拿针啊,直接这样织。 至于,刚刚我们在,这个过程当中的这个白色的这个线线啊,没关系的啊,时候呢,我们再给它收掉啊。 发现了吗,我们从这儿进针啊,会更加方便啊,那就从这儿进吧,看。 从这个角度进针啊,从这儿这个位置啊,这个位置进针。 进针位置在这儿啊。 要注意了,之前我们的线套呢,一定是非常的紧的啊,因为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,不经意之间,手劲就会用得很紧。 所以,大家在织这一行的时候,一定注意,不能把线拉得太紧。 甚至要稍微松一点才可以啊。 亏的刚才我们积了两个,打了两个截在这个位置,要不然的话真的是不行啊。 你看,完成之后呢,像不像西瓜那个白白的边缘的部分,像吗? 是不是这样,西瓜那白色的边缘,是不是这样子的? 像不像? 但是啊,我们还没有织它那个那层绿颜色的部分,如果把绿颜色的织纹啊,就会更加像了啊。 好,下面我们是用这个绿色的线啊,来编织它这个西瓜皮这一部分的啊。 上来我们是织反针,因为现在啊,该织反针这一面了,对不对? 看,一会儿呢,我们会把这个线头呢,给它收好的啊。 所以大家这个时候呢,不用担心这个绿色的大线头啊。 你看,我们在织的时候,实际上呢,就可以把它,你看,这个线头呢,和这个拧一下,我们把它全都放在一起来织啊。 看到了吧? 这样它就消失在这个纹理里边了。 然后至于另外一侧的这个白颜色的线呢,我们给它直接剪断就好了。 因为西瓜切开以后,它的白颜色的部分,本身就是很薄很薄的一层,对不对? 好了,我们现在呢,就要把它这个西瓜皮的部分啊,完全织好。 一定要记住啊,要保持你所有针套的松紧适度的这个状态,不能太松也不能太紧。 我们按照这个要求给它织好就行了啊。 我们按照这个要求给它织好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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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到了吗 它是这样的啊 然后呢 我们需要啊 把这个位置呢 给它直接的收针 收它这个小平边就可以了 知道了吗 收针的这一行呢 同时呢 也是它的这个 能够形成这个小边缘的这个过程啊 好 下一个视频 那个我们和大家一起再来操作这一部分啊 下个视频见